中国经济恶化也冲击美国运动鞋大厂Nike不利 股价23号再度下挫2.67% 是连续第10个交易日下跌 创1980年上市以来 43年来最长连跌记录 Nike约1%的业务来自中国市场 中国7月零售销售仅年增2.5% 更因为青年失业率攀升8月起暂时盖牌 停止公布相关数据引起市场疑虑 外媒路透引述三名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由于降雨不足导致甘蔗产量下降 印度预计将在10月开始的下一季禁止糖厂出口食堂 印度先前已经禁止部分稻米出口 以及对洋葱出口征收40%的关税后 这次对糖厂的禁令可能会再推高全球糖价 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24号宣布 运用MetaLama两大型语言模型 直接将生成式AI功能部署在终端装置 相关应用预估今年底在新旗舰产品亮相 特斯拉股价在日前跌至220美元水平后 传出特斯拉纯电皮卡车Cybertruck 即将迎来首批交车 执行长马斯克亲自续开一辆新车 他在X平台写下 这是我们做过最好的产品 新唐人雅台电视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